字幕提供 這個高度也應該有到十米了 你掛的那個地方都要到十米了 一年有一千萬公噸以上的木材 是可能被儀器 細緻在路旁 甚至幾天進到焚化爐或者是 低利用價值的堆放 然後你看一棵樹可以帶來你所有生活上的 家具 一個火 一顆清潔都可以用一棵樹來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的木材裡面中 有很大的一個成分大概30%左右 是水分的來源 那這些水分其實我們經過在整個 碳窯裡面在高溫悶燒的過程中 從木材要到木炭 它這高溫悶燒可以整個蒸餾出非常多的 這個水分出來 那我們透過水冷跟氣冷的方式 把這些水分給回收 你就是這個木醋液的出擊器 那這個就是變成一個很好的清潔劑 可以再使用的一個成分 我們一直用一個概念就是 用商業模式去解決社會問題 跟環境問題 如果你這棵樹修剪下來之後 你想要做成清潔劑 我有一個解方可以幫你做成清潔劑 你想要做成碳我可以幫你做成碳 你想要做成家具 我有一個木工房可以幫你支撐出家具 我們在一個想定是想要成為世界林業的警方 其實我們有很大的林業的警方 解決社會方的門 解決社會李宗盛 解決社會人 5 Viccle